唐总 您快做决定吧 照你刚才的说法 朱旺子肯定是落在公安手里了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可能吧 那就没办法了 只好对不起潘财章了 你去吧 干得利索点 潘财章每天上下班都是走路的 是个机会 好 佟总 外的风声这么紧 还是先等等吧 马叔姐 好 南平的客人到了吗 刚到 在屋里呢 好 马叔姐 您好 我叫方平 南平刑警大队的 您好 您好 我叫黄平财 南平刑警 好 坐 好 坐 那来的路上 你们县里就来电话了 说你们要来 什么情况 说说吧 我们这次来林河 就是希望林河的同志们 能够帮助我们 林河看守所的问题 比较复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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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领线 爸爸 你想 如果找你 你能叫你 不要 подт 我也敢教我 厦将你 你就买着 了 来 儿子 咱俩可能是 第一次坐在一块儿喝酒吧 来 干了 爸 您今儿怎么了 大老爷跑来 跟我喝什么酒啊 少废话 让你喝你就喝 来来来 我们这儿有规定 师父不许我们喝酒 爸看见你高兴了 你为了让爸高兴 怎么也得喝一点 就喝一口 来 一口都不能喝 你要不喝呀 以后恐怕就没机会喝 爸 你怎么这么说 出什么事了 我能够出什么事 您和刘雨英的关系 我妈的死 这不都是事吗 小孩子 大人的事以后少管 管好你自己管就行了 搞对象了吗 没有 我还不想这么早结婚呢 这事您就甭操心 好 好 好 爸 您别喝了 爸 您别喝了 这手头子真有劲啊 看来儿子是长大了 爸爸老了 我看您今天不太对劲儿 到底怎么回事儿啊 我这次来啊 就是想把它交给你 你说 我 我跟您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吧 记住了 爸 您去哪儿 我还能上哪儿 回开仲总上班呗 你回去吧 回去了 回来 干啥 是我 老黑啊 童总让我问你 刘东的事什么时候办成了 你跟他说 别让他着急 过去这merce酒吧 潘总长 氚氚不见了 走走走 吃饭去 吃饭去 走 你们这人 干什么你们这事 潘总 有点事我们想找你商量一下 什么事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化妆 出来了 出来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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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童总 这没那么简单吧 还有个王正茂呢 王正茂就是个跑腿 这里边的事他不清楚 他想说都说不明白 留着他有用 谁要想翻这看守所的事 就让他们找他去磨牙 越说越糊涂 我不等独狼了 我得去跟万叶集团谈判 童总 回来了 我都跟我说了 干得漂亮 可我觉得不大对头 我刚才去医院打听了一下 没听说有被车撞的人送去抢救 可我确实撞到了他 你的意思是 潘在张有可能没死 八成是这样 快去查 一定要找到潘在张 活见人死见识 上 好 走 走 站住 接着往前吧 好 veya 这 等下 是 太大了 婆兰 одной 箴奋 你们 自己 快要走 知道今天找你來幹什麼嗎 不知道 其實為什麼找你 你心裡邊都清楚 我不用說什麼 你们这是非法拘禁 你惹什么 是不是非法拘禁 也不是你说了算 你们难平的 凭什么来临河找我麻烦啊 那得问你自己啊 我还是不明白 你们肯定是弄错人了 我们既然到了这儿 就不会弄错人 你是想拖延时间装糊涂是吧 我告诉你没用 你最好如实地把你做下的事都说出来 那样才对你有利 就让方平他们以南平警方的名义 把判财长给控制起来 既能从判财长身上打开切口 也能让对方摸不清楚我们的意图 可这判财长 他是个老狐狸 没那么容易突破的 判财长在判手所生活了大半辈子 对审讯那一套 他比过日子都熟 你不用了特别的办法 他是不会开口 也不会说实话 我同意 不同的情况 就要不同的对待 王正茂我们也要定情 必须要对他采取措施 免得夜长梦多又出事 我刚才举报判手所问题的材料里 有不少人举报王正茂 在判手所扩建工程的时候 有严重的经济问题 比如说收贵假招标 我们能不能以经济问题为用 先在官军内部 对他进行双规 再查他别的问题 这样也可以迷惑对手 你们看看 我没意见 那好 我马上去办 胡千里 你给我听着 一天到晚 你到底在那想什么干什么呢 盘财长失踪 王正茂双规 还有李春江回局里 这么多件要命的事 你怎么一件都不想回报 我还是听着老黑 告诉我我才知道的 你到底在想什么呢 是不是吃棒硬了 说话 说话呀 哦 都没听见是不是 真把我的话当耳朵了 我在问你呢 吴局啊 不是我不说 是你没给我说话的时间呢 我这不是一直在听你说吗 好 你说吧 我也是啊 刚刚才知道那些事 这不还没得着机会向你汇报吗 正要给你打电话 你的电话就先打过来了 我不想听你解释 啊 我问你 秦墨对王正茂双规 你为什么不提出反对意见 我提了 可是秦墨李春江他们 一堆理由在那等着我呢 再说 王正茂真是不提呢 秦墨那件事 他确实是手脚不干净 以前我跟你说过 你也没在意 现在啊 让人家抓住短处了 你让我怎么反对啊 你傻呀 秦墨他们这是罪翁之翼 不在酒 他们是借这个事情 整台成左 真要是这样 那我也控制不了啊 说你不行吧 你还不服气 这事办不了啊 这样 你必须把盘三章的下落 给我打听清楚 这个嘛 我再想想办法吧 什么叫想办法呢 是必须打听清楚 我告诉你啊 这次你要办不了 回去话 我第一个撤的就是你 回得来回不来还俩说着呢 谁撤谁呀 干嘛拿电话出气啊 这种局势啊 当时离开的时候 就应该料到 再说了 那个潘财章 王正茂出事 你犯得着 被他们那么着急上火吗 你不是说那个潘财章 平时也不怎么听你的 但老秦头整整他呀 我觉得挺好 你懂什么呀 光老秦头还好说 这么大的动静 必然是马基明的主意 他们拿看守所开刀啊 必然是冲陶尸案去的 那我就 陶尸的案怎么了 你不是说跟你没关系吗 陶尸案是跟我没关系 可那也是 我主持工作时候 发生的案子呀 他们现在拿这个说事 那矛头不就是冲我来的吗 那个案子不是已经没事了吗 你慌什么呀 你看你这个样子 怎么能让我放心呢 放心 现在还能谈得上是放心 达公 来 你坐下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你自己先别慌的 你现在呀 真的是越来越让我失望了 不行 我不能在这儿等着 我再回去 你就是回去 你也得把情况摸清楚 再回去吧 如果这一切都是马基明 在幕后操作的 那没说明他来头不小 你什么情况都不清楚 就这么慌慌张张地回去 你不正好扎起人家 刚张开那碗子里吗 那你说怎么办 我先回去 我先摸清情况 再到省里地区 去摸摸马基明的底 到时候再决定你回不回去 什么时候回去 你说 你的那个佟总 他什么态度 给他打电话 他关着机 老黑说 真的跟投资方谈判 你看看 这都是什么时候了 人家还只雇着自己的生意呢 所以说 事情到了这一地步啊 求别人也没有用 只要靠咱们自己 孙师 我给你起点好茶 不用了 不用了 我一会儿啊 还有个协议要签 佟总啊 你们跟万叶投资集团 谈判得怎么样了 还顺利吧 我跟你说啊 这可是 我们调整招商引资方案以后 第一笔招商引资项目 如果一炮打响了 接下来就好办了 让你们实力雄厚的百山集团 代表实力和他们谈判 是市委市政府 对于这件事的重视啊 佟总啊 您可终人再见呢 我当然理解实力的依托 我一定啊 尽力使谈判成功 对方啊 提出了很多的条件和要求 我承诺了 一 给他们满足 我们已经草签了一份意想书 您过公目 下一步就是谈合同细节了 这个我就不必看了 你自己把握吧 只要是能把投资拉过来 一切都好办 只是让你们百山集团 受点损失啊 不过不要紧 市里会给你们补偿的 多给你们点优惠政策吧 接下来的谈判 希望你们一鼓作气 把它拿下来 市长都这么说了 我只有竭尽全力了 不能让市长失望吧 收拾安排 这个瑕疙瘩 还有个大剧 我要打了 我在开车 不跟你多说了 大家再说吧 听说看守所的所长 判财章失踪了 有这么回事吗 不是失踪 是被南平警方带走 调查一起牵扯到南平的案件 是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 这个还没有查清楚 不好定乱 跟你们的行动有关系吗 如果查实了 应该有很大的关系 只是现在刚开始查 我也很难做全面的汇报 可以理解 不过我还是希望你 尽早地查清楚有个结果 免得给人一个印象 由你上任以来 林河的政法系统总出问题 我会抓紧的 通总怎么还不来了 等一会儿 通总现在正在谈判 我刚接见通报你来了 通总可挺不高兴啊 先我打扰他谈判吧 我说胡队 他还是去坐一会儿 你是瞎溜的溜的路 我只眼韵 东东要是不来的话 那我就走了啊 我说胡经理 胡队 胡队 你现在普不小啊 忘了当初 求我们的时候了 我说你 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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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那清楚没有 潘财章被谁也走了 我到局里啊 问过好几个单位 都说不知道 秦末还有李吞江 把翁仲茂给双规了 是查他的经济问题 关在那个供销宾馆 就是上次关小四那地方 潘财章现在在哪儿 我过问王正茂的时候 顺便打听了一下 都说不清楚 说是这个没来上班 也没请假 电话也接不通 还说局里也正在找他呢 我估计啊 他们知道 就是不告诉我 潘财章不见了 王正茂被双规了 这绝不是巧合 老黑啊 你那儿怎么样 我问过范姐老板 他说没看见 但人肯定被带走了 废话 人都被调包了 还不是被带走了 问题是被谁带走了 哎呀 巴掌大哥林河 谁带走了 攀财章都弄不清楚 你们干什么吃的 董总 你别生气 要不我再去问问 快去 董总 别着急 我觉得呀 这件事 秦末还有李春江 自己不能决定 咱不能这么瞎着 也没什么好结果 我再去想想办法 查一查 那我先去了啊 杨真献 Gs郑 今天我来 就是希望你能够争取 主动的继续交代问题 我 我该说的 都说了 真的全都说了 你真的都说了 是 叔叔 是说了 你看着我 王政毛 我不想跟你繞圈子 我想你很清楚 看守所的問題 絕不僅僅是你個人受惠的問題 當然 我也知道 有很多事情你是被逼無奈的 是潘財璋硬拉著你幹的 可是現在 是由潘財璋主動把你交代出來 還是你自己主動交代 這可是良性的 是 這點 你應該比誰都清楚 江總啊 你在搞什麼名堂啊 我聽萬葉集團談判代表說 本來談得好好的 你出去理他 也就十分鐘吧 回來你就變卦了 說什麼也要讓人家讓步 不讓步你就不談了 你說說 哪是出了問題了 真不好意思 當時是我們幾個董事找啊 說是經過再三的考慮 和萬葉一起投資這個項目啊 不能做了 讓我終止談判 童總啊 這個項目當初你是承諾過我的 你怎麼能出耳反耳呢 是 我是承諾過 但是我個人的決定啊 現在集團裡邊的大多數董事認為 我們做出的讓步太大了 這個項目計劃成功了 我們百神集團的收益也會大打折扣 哎呀他們不同意 我有什麼法子啊 我說童總啊 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民主了啊 你要知道 作為投資方 萬葉集團不是找不到一個理想的合作夥伴 這都是因為我和市府的幾位領導 多次誠懇地招商份上 人家才肯答應跟你談的 是是 我一手抓起來的項目 你怎麼說回去我毀約了 你這讓我做市長的臉面往哪放啊 抱歉抱歉 真是很抱歉 孫市長 我不是沒談 我也讓步了 可是我們那些總是認為 對方的條件太可可了 實在是接受不了啊 讓我要求他們也做些讓步 我提了 萬葉集團一口回決了 那 那這談判就進行不下去了 我是沒能力了 應該是找別人談吧 老童啊 你給我玩這一套啊 是嗎 孫市長 您可別亂想啊 我同百山歷來是名人不做暗示 名人 市委一再強調 招商引資 是我們林河市 目前壓到一切工作重心的重點 也一再確認 招商引資 是我們林河市 發展經濟的重大戰略舉措 可是 萬一同子集團三個億 卻要撤出林河 你們說該怎麼辦 這個項目 我是向上面做了保證 我真的不知道 該怎麼面對林河的父老鄉親 大家聽了孫市長的講話以後 也不要著急 出了問題我們就解決問題 我看這樣 咱們還是先從多方面去找找原因 然後再想對策 總之吧 發展經濟 搞經濟建設這個決心不能變 我們確定的戰略方針不能變 去世上 為什麼 你到底出現了 你做什麼事 好嗎 我去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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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世上 你去世上 我去世上 你去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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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爸 您怎么来了 来看看您不行吗 我一个人在家里快闷着我呢 我这也是刚从外地回来 这说是屋子呢 您歇一会儿 待会儿咱们去外面吃饭 那好 我去洗洗手 我去洗洗手机 你到家了 情况怎么样 你怎么不知道来个电话呢 你急死我了你 我刚到家 爸正好来了 你怎么这么急呀 你说我能不急吗 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我总不能坐这等死吧 我也准备回去了 大公 你怎么这么沉默气啊 平时风平浪静的 你还真像那么回事 这遇到点事 你就像那个没头的苍蝇啊 该不该回来 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跟你 咱们改天再聊吧 就这样 你这好 孟尚 一个老同学 这说起来呀 就没完没了 大公 去外地看病 还没回来啊 有些换洗单 还没出来 还要等几天 平平 有些话 我觉得还是对你说出来的好 当初你选择达工 我是有一定看法的 关于达工 我始终有一种 怎么说呢 他现在是公安局的副局长 关于他的工作情况 我多少有些耳闻 处在他这个位置 整天被多少诱惑所包围 没有极强的免疫力 是绝对不行的 爸爸作为一个老公安 希望他对自己能够有所要求 工作上 尽量避免出现差错 一步错 步步错呀 你要多提醒他 有机会的话 我也想找他单独谈谈 为什么你跟他一样 不是 我准备你 我拯救你 多当初 太多了 我都想要你 我跟他家人 我跟他家人 老公安 我去重新 这回事 舍不得不能舍不得 你 和我家人 尽管说出来 我走 我走了 你跟马书记担住他 老杰 坐下 坐下 他现在都什么时候 就我们三个人了 我们之间就不要再相互怀疑了 我不管你们两个 以前有什么矛盾 他现在必须放弃前嫌 拧争义务事 淳教 你也不要多想 老秦队当初的做法也很厚 更何况当时 清爵 我不是信不过您 可这事现在还不能够确定 我怕 现在要向袁叔去汇报 你怕着 我 我 你会发现 我 你会发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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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发现 我 你会发现 我 不是早就无罪施犯了吗 我听说他现在在省城做建材生意 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 有件事情 我一直觉得稀巧 而且根据曾浩的调查 说是朱望子在景山的藏身地点 很有可能也是这个袁小安 帮独狼给打定出来的 根据我的分析 这个袁小安根本就不是在做什么 建材生意 而是在做跟毒品相关的生意 这一点 连省里的极毒大队都在调查 而且我相信马上就会有结果 我担心 袁波书记很有可能会有官吏 所以你上次问我 如果袁书记牵连进去 该怎么办 我现在告诉你 知事错事了 按党籍国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要弄清事实 好 既然这么说 我认为现在就不应该向袁书记汇报 只是名判疾无可思统 我认为何 Pamuk 你还要是名判手 这是 Ng 不然呢 你怎么回事 听说现在提供线索 检举罪犯 公安局都给奖金 有这事吗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我就问问 是不是真有这事 真给奖金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要说的呀 能给我个烟吗 就就一根 没有 朱王子 怎么 我听见你在问奖金的事 是不是又想起什么新的线索了 那你得答应给我奖金 嗯 奖金的事可以考虑 但是得看你提供的线索有没有价值 能不能为破案起到作用 那要是抓着犯人就给奖金呗 我跟你说过了 这事我可以考虑 不是 那能给多少啊 你们说话算话吗你们 你少在这儿跟我讨价还价的 坐这儿 那这么说 朱王子我问你 袁晓安跟小赛到底什么关系 是老板和下属的关系 我是在卖雪的时候第一次见到袁晓安 你不想要去打官司 你不想要去打官司 走吧 不想救你妹妹了 从今天起 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乱说话 如果反悔 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这惩罚怎么写 你念过书没有 我不念过 我都忘了 行 把你名牵上 走 文总 行 没事了 走吧 走了 我后来在看守所 从童小牛的嘴里得知 袁老板就叫袁晓安 你还听见了什么 没了 我提供的这个 算重要线索吗 你的要求啊 我会好好考虑 你不就是要奖金吗 你再想想吧 还有什么要说的 行吧 你要注意点 这家伙可一点都不老实 我知道 他也不像个好人 没办法 他现在是我们的保护证人 要真像他说的 袁晓安跟小瑟搞在一块的话 那很可能在我们灵河 存在一个地下的贩毒网络 不行 咱们必须尽快地抓住小瑟 那小瑟 那小瑟 就这么昏迷着 一直也没醒来过 那小瑟到现在也没露头 根据我 根据现在的情况看 这个小瑟 很有可能在灵河的贩毒啊 跟腐败网之间 起到了传真隐线的作用 我怎么能就让他跑了呢 李决 你派我去执行别的任务吧 为什么呀 据令人说 我是故意把小瑟放走的 别听那么瞎扯 咱们现在是办案子 哪有万无一失的 不过有一点要记住 治医前必须长一致 接受教训 好好干吧 我先走了 来 护士 这花是谁送的 我刚在上楼前 一位先生托我把花 送给刘女士的 人呢 朝门口走了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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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不上服务员进一大午卫生 也没什么过来的找过她 我想她一定是在这儿等什么人 要不然绝对不会找干好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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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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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孙长 这帽子扣得有点大 好吧 那我先看看 学习学习再说 这还差不多 你忙着 我走了 马书记啊 孟之科楼盘开盘典礼 你得参加啊 而且还要讲话 你没忘吧 忘倒是没忘 孙长 能不能安排给别人去 我一个政法书记 去那种场合讲话不合适 普务正业 实在不好意思 政府班的这面啊 实在抽不出人来了 这件事啊 不应该是我去的 这不 地位让我跟袁书记去开会 这就要走 这个楼盘 是市里开发的重点项目 不去个常委啊 恐怕力度不够 好吧 那我去一趟 你说什么 你没看错吧 绝对没错 我还听见他跟小四说 让他走远一点 最近不要跟他联系 李 你是怎么看待孙市长的 如果说 在林河市最不应该怀疑的人 就是孙市长 为什么呢 难道就因为他是市长 也不仅仅因为这一点 我听说 孙市长大学毕业以后 就下到农村 从乡文书开始做起 后来又一步步 从县长县委书记 做到林河市市长 他的生活很简单 一直以来 他给林河人民的印象就是 朴实 忠诚 这么多年了 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关于他行贿受贿 这类的消息 在老百姓的眼里 他是党的好干部 人民的好公仆 可是我看到他跟小四在一起 我真的很难理解 这类的好公仆 你怎么说 你这些人就不与他有与他 说他有与他有与他一切 你不与他一切 你不与他一切 不贵 躲在这个砖场里搞经营 车书记派我亲自去 查办过这个事情 当然 也就是因为这件事 孙启海跟车书记派了桌子 他说无论查什么 都可以配合 但是请车书记 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 你是个政法书记 不是间谍 别把谁都想成是坏人 后来我派曾浩 划上陈运砖的司机 到专场去取了他的血样 化验的结果呢 和几年前 商人暗中周深君的血样 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 这一起故人抵罪的案子 基本上可以履行啊 判财长 作为当时的看守所所长 也就成了我的怀疑对象 在后来乘书记出事了 这个案子 就这么搁浅了 就是 什么事 我才想要 什么事 你真说 你真想要 干什么事 你真想要 你自己承认 你真想要 你真不想要 你真想要 你真想要 我真想要 你真想要 你真想要 这些事 那些事 也要把他赶紧 小刀 方哥 方哥来了 这两天见老四晚 我没有 几天没见了 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那行 你去吧 赶快去工地去一趟 那边等着结款呢 这么着急啊 只要你去就去呗 那车上的货不歇了 戏话都那么多啊你 快点啊 行动 走 警察 别动 警察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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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达杆子 咱俩又见面了啊 你是 三队啊 走 胡队胡队 你帮帮忙 你一定帮我打听清楚 这范大干子被抓进之后 到底说了些什么 你随时告诉我 好好好 拜托 拜托 你呀 抓着一个犯毒的你就这么紧张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完了 这范大干子 载到姓曾的手上了 他要是 一露风 把我也供出去 甭说是退路了 恐怕连性命 都难保了 我这次特意地赶回来 我就是怕你心急 再办出什么傻事来 可我没想到 这范大干子的事 也能把你牵扯进去 你 我真服了你了 我三番五四地嘱咐你 这个娇人一定要慎重 你就是听不进去啊 你背着我又跟那小四扯上什么关系 现在呢 要冒出一个范大干子 眼下光是跟那林河的人搅在一起 你就够让我头疼的了 你抽抽抽抽抽什么抽 你跟我说说 你跟那范大干子 到底是什么关系 唉 我这也是没办法 那天 我蜂鸣抓捕 我没有 我只会把这个仓库 确保重 我太难换了 快站在那儿 我八千年 我要 leave 走 我走 你搜索 你搜索 我請益 你去吧 雅香 棍樹 好可怕 你餓了 天啊 千萬放我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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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 搭配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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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 大公妈 我是福业 你把反弹杆子给放了 等事情过去之后 我会给你个交代 明白 报告 只找到二十个病毒 反弹杆子跑了 退出现场 展开搜索 是 别动了 别动了 吴哥 福业问您好 他说 吴哥 有机会去审厂聚去 是 你呀 吴哥 真是扶不起的阿斗 这件事之后 我以后悔过 可是 算了吧 现在说的街还有什么用啊 不行 我必须要回去了 这胡千里 太让我失望了 要这样再待下去 完全失控 我 他真是 被人家也 merge 撑个女人 贰大夫 一目一目的 两目的 当时 能上 回头 潘财章肯定不好对付 此人表面憨厚 其实很狡猾 王正茂就比他简单多了 他倒是没什么顽抗 对经济犯罪都已交代了 局机委的人点了他一下 看守所里冒名顶替的事 他很紧张 置之乌乌看得出来 刑虚的不行 但是他还是有侥幸心理 他把希望寄托在潘财章的身上 他以为只要潘财章不松口 他们就有希望 好 就拿这个王正茂作为突破口 纪军 你亲自什么 你一定要尽快把它拿下 曾伟 潘财章那边 你还要继续 仔细流行观察他的情绪变化 göz athletic 监督 층 聊什么呀 那行 那我不打架了 我走了 甥队 你这每天过来问一遍 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我想跟你聊 你不跟我聊啊 我说 看在咱俩多年同事的份儿上 你多少给我透露一点消息行吗 真想知道 好吧 那我跟你说道说道 你知道那天方队跟小黄带你走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吗 afください 要不是马叔 invoke了你 你现在还能在这儿 至少你现在躺在医院里 弄不好就进太平间了 我不信 信不信有你 还愿我再跟你多说什么吗 该怎么做 你自己心里应该有数 好 我说 刘东 行 这地方我进来出去好几回了 还真就没遇着像你这样的硬肠 往后临河的位置那就是咱俩的 我看谁敢说个不子 我还真不稀罕 不过这高压室住的是挺舒服的 但是我一天都不想在这里待 着急了 我跟你说句实话啊 就这儿的潘索 王复 还有新来的管教安涛 那都是我爸朋友 只要我爸愿意 分分钟我就出去 这么着 我出去之后啊 我给你想想办法 把你也弄出去 你不说你就能死啊 再说了 你犯了什么事 不就和警察打了一架吗 我犯的事可大了 没这么容易啊 哎哟 哎哟 你那还叫事啊 啊 你放心 我给你想办法 最近怎么没见潘索和王复啊 可能出差了吧 不不说你操哪门的闲心哪 我出去了 你肯定出去 兄弟 那我就 拜托了 那我就 拜托了 进来 马叔姐 李绝 王真帽这小子 昨天晚上彻底垮了 这是他的口供笔录 哦 他把他和潘财账 怎么在看守所里 安洁司导 帮助犯罪嫌疑人开脱罪行 以及说说不义制裁这些事 全都给交代了 这当中包括 他们让一个叫李三万的农民 顶替孙几海的内地 终身军服刑的事 不过对于 童小牛怎么在狱中 对待陶石这件事 他却始终说他不知道 他是在玩重责难罚的游戏 一下牵扯出这么多人 就是想给自己争取时间 他当然不会承认自己参与了陶石啊 放心吧 对他的审讯我会抓紧的 请问他 喂 秦局 刘宜盈醒过来了 太好了 我马上过来 好 好 雨淫啊 你就真的什么也不跟我说吗 我再问你一次 我再问你一次 你跟小四之介到底是怎么回事 清姐 怎么样 早点了 别 好好休息 什么都别想 其他的时间 等你身体恢复了 再说 李继政 谢谢你 好好休息吧 清姐 你 你 我们想要先去 看你 你 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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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你对刘育英很熟悉了 我呀 早就怀疑看守所里有问题了 所以我就着手调查了潘财章 我得知啊 潘财章和刘育英之间啊 有过一段感情上的纠葛 于是呢 我就想通过刘育英 来了解潘财章的社会关系 没想到我意外发现了 小色和刘育英之间他们有来往 于是我又进一步调查 没想到我又发现了 潘财章和小色之间他们也有接触 那你就应该早点告诉我 我也可以早点跟他谈嘛 秦军 这当时的情况你也知道 那会儿车书记刚出事 您呢 也被他们逼得并休了 我是实在不想再给你增加压力了 再说了 我也真没想到这里边的问题 他有那么复杂 行了 刘育英的问题 我们再慢慢跟他谈 王正茂情况怎么样 王正茂已经交代了李三曼 顶替周春军的事实 这个李三曼至今还在三军里复刑呢 他是南平人 从南平到林河之后啊 他就在铜柏山的工地上打工 因为老婆得了重病 他找到铜柏山结果一大笔钱 我估计啊 他替人顶罪这事 就是铜柏山给安排的 他老婆叫周翠花 现在还在那家工地上给人做饭呢 可这个周翠花穿着大扮明显比以前好 完全就像变了个人 那就把他监控起来 我仅让曾昊派他们队里 最能干的女亲戚王雪去接近他们 来看看一早的菜 妹子 妹子 来 来个菠萝 来 尝尝尝菠萝 菠萝 你这菠萝怎么卖啊 这大块的是一块五 小个的一块 那这整个的呢 整个的五块钱啊 一个整个菠萝切四块小的 那就太贵了这个啊 姐 姐 看看这儿有没有你要的蔬菜 我这便宜 你这菠萝怎么卖的啊 一块五一斤 我都包了点了 你一块二吧 行 一块就一块 反正你买的多我便宜点 嗯 姐 你这是给公家买的吧 你怎么知道呢 我一看就知道 像你这么能干 精打细算的 我要是老板我也雇你 你可真会说话啊 妹子 行了 今后我就买你的菜了啊 我买的可多啊 西红柿我也包了 好 来 你装这 你得给我送回去啊 没问题 行行行 你先乘那个吧 我自己来 是谁下面来进行突击检查的 我没下过这个命令啊 你这个国民局长怎么当啊 这晚上的告状电话 都打得圆水去了 说你们借着扫黄嫉妒的名领 非法拒押了来零合投资的客商 马初见 情况确实属实 有几家宾馆的负责人说 市局的缉毒队和扫黄队个别的人 抓了人家 还给人家家里打电话 把那些来投资的人都给下回去了 到底谁下过命令 这个事儿 你去问问李春江吧 不可能 我绝对没有下过命令 搞什么突击检查 这两天啊 我一直在查这件事儿 还没来及跟情局碰头呢 这波马初见 您一个电话我就过来了 对不起啊 李决 可能是我有点官僚主意了 先说说你掌握的情况吧 这几家宾馆我都已经去过了 宾馆的负责人说是 扫黄队和缉毒队的人去查的 但是具体是哪个人查的 又都说不上来了 看来是有人不怀好意 故意制造矛盾搅乱持续 说我们破坏了投资环境 迫使零合的领导 给我们施加压力 捆绑我们的手脚 还有啊 一定是这个阶段 我们的有效行动 触动到了某些人 所以他们要制造时段 来干扰我们的注意力 分散我们的事情 这才是关键 我们以后的行动 还要再谨慎一些 这是初步的事件报告 在尸体的表面上发现了大面积的瘀青 不过目前还不能够确定他的死因 还要等具体的进一步的检查 在杨宝贵的身上 除了一卷零钱和一包香烟之外 在他的衣服里没有发现更有价值的线索 不过他的上衣是被撕烂的 我认为啊 有杀人灭口的嫌疑啊 用死争来救活人 往往是没有办法的时候 最有效的办法 看来对这动作比我们要快 现在是不是有必要 派人保护李三万跟周翠慧 他们有可能是下一个目标 这个放心 我们的人已经就位了 不过马初杰 我认为是不是有必要 马上把斗争公开化 不行 现在还不行 可是咱们要是老这么保守 我怕更多的人会出危险 事情不是这么简单 难道你们没有觉察到什么吗 我们得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了 袁初级啊 最近我们市的投资环境有点恶化 帮政隐私再次受罪 为此省里和地区主管经济的领导 先后给我打个电话询问我 我的压力非常大啊 如果这个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扫城零和市的经济下滑 你我都难辞其咎 那你觉得根本的原因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在于政法工作不利 尤其是公安工作 目前两位主要领导 秦莫 吕春江 不抓大事 抓小事 搞什么突击检查 闹得是人心惶惶 直接影响了投资者的情绪 坐坐坐 你可能啊 还是错怪了公安的通知 马其名书记 已经责任公安的通知 做了调查 澄清了事实 实际情况是 有人冒充公安人员 破坏了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 我不否认有人搞破坏 可是我还是认为 公安局的工作没有做到位 如果他们的工作做到位了 有力度了 能为经济保驾护航了 那坏人他还敢捣乱吗 说到底 还是公安部门出现了薄弱环节 才让人家有机可乘哪 那你觉得该怎么办呢 尽快调整公安局的领导班子 期末岁数大了 掌握不了全面工作 李春江呢 办事不牢靠 不是一把手的材料 至于那个胡全礼呢 更是个笑额 孙市长 你就直说你看中的人选吧 我心中的人选始终如一 就是吴大公啊 可是吴大公 他请了假到外地去看病了 他给我来过电话 说是病就好了 随时可以回来工作 那也得征求一下 马其名书记的意见吧 我看没这个必要吧 就是因为马书记 在这个问题上优柔寡断 才造成了今天这个局面 袁书记 您是一把手 这个问题 您完全可以做决定的 再不当机立断 拖累了经济发展 我们后悔就来不及了 小李啊 这些天辛苦你了 不是 没事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来 一会儿新居来 有什么话你就跟他说吧 我们就是希望你们配合我们 不要把话藏在心里 警局 小李啊 你去忙吧 好 云云啊 我们俩 早就应该好好聊一聊了 那 上回我也能着急 有什么话就慢慢说 把心里的委屈 都说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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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